很多的观众都向我们表达过困惑 觉得虽然我们给大家展示了这么多的配置 从低端的到高端的都有了 但是自己还是不知道什么样的一台电脑才是好电脑 也不知道自己家的电脑性能到底怎么样 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 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 如何去判断一台电脑的性能 答案很简单嘛 跑分啊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 兄弟 你是来捣乱的吗 捣我 给他一个机会好吗 我去啊 开个玩笑啊 开个玩笑啊 这个其实就代表了我的一个看法 既然很多的萌新看不懂这些复杂的硬件型号 那不如我们就跑个分别 对吧 最简单了 不过跑分是很有讲究的 怎么样才能通过跑分正确的认识你的电脑性能呢 首先第一步就是选择正确的跑分软件 咱们这一次只说两款靠谱的跑分软件 一款是针对CPU的专业性能 另一款是针对游戏性能的 一些专业软件对于CPU的多核性能要求比较高 那我们可以通过Citbench 25这个软件来判断CPU的性能 我们输入网址 Citbench.com 然后往下拉 下载Citbench 25 把文件解压出来 然后我们运行这个EXE文件就可以打开Citbench测试了 点击CPU旁边的Run 软件就会开始渲染测试了 测完之后我们就得到了R15的跑分 一般来说如果你的R15分数低于400分的话 说明你的CPU性能已经有点过时了 运行各种大型软件都会很困难 如果你的CPUR15分数借于400分到700分之间的话 说明你的CPU具有主流的性能 可以运行大型软件但是又有点勉强 如果你的R15分数达到了700分以上的话 那么恭喜你 你的CPU性能还是比较强劲的 可以流畅地运行大多数的大型软件 当然了 不同的软件对于CPU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默认情况下我们的R15测试的是多核性能 如果说你有这种游戏的需求 然后游戏是比较吃单核性能的 你同样也可以根据需要用R15来测试CPU的单核性能 如果你是游戏玩家的话 我其实更推荐你使用3DMark这个软件 来检验电脑的游戏性能 咱们可以登陆官网3DMark.com 点击3DMark下面的Download 下载这款测试软件 我们安装的时候可以选择中文 然后我们就进入了3DMark的界面 可以看到3DMark提供了很多测试项目 虽然说免费版有很多限制 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Fire Strike和Time Spy这两个测试项目 来了解电脑的游戏性能 我们先来运行一下Fire Strike测试 这个项目是2013年推出的 只在测试电脑在1080P分辨率下的 低X11的游戏性能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中等负载的游戏测试 最终我们这台电脑在Fire Strike中跑出了17000多分的成绩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可以点击连击比较结果 可以看到官方已经提供了一些与其他电脑的对比数据 那么一般来说Fire Strike跑分达到了2500分以上的电脑 可以流畅地运行一些主流的网游 比如说像露啊露啊 Dota 2或者CS GO这种等等 那么Fire Strike达到6000分以上的电脑 可以满足绝地求生大逃杀的门槛 就是说可以在1080P低化之下流畅吃鸡 超过9000分的电脑可以满足VR的需要 而要想在4K分辨率下唱完各种游戏 你的Fire Strike分数最好能达到17000分以上 如果你觉得Fire Strike的负载还不够高的话 可以尝试更加变态的Time Spy测试 这是一个基于DX12的2K分辨率测试项目 这个项目对于电脑的要求很高 所以目前主流的电脑往往只能跑到1000分左右 那如果你能在Time Spy中跑出3000分以上的成绩 那就可以在2K分辨率下流畅地运行 主流负载的游戏了 如果你能跑到6000分的话 恭喜你 你的电脑性能是非常强劲的 应对各种大型游戏都是没有问题的 除了前文提到的Fire Strike和Time Spy之外 你也可以通过在Steam上购买完整版的Cinemark 或者通过一些中国特色的方式 来解锁Fire Strike Extreme和Fire Strike Ultra这两个项目 其中前者的平衡性和负载都做得恰到好处 因此被各种媒体和评测机构广泛地使用 包括我们自己在评测显卡的时候 也会以FSE的成绩作为基准 而后者则是用来测试4K性能的最最变态的测试项目 如果你的电脑哪怕能以30帧流畅地运行FSU 性能都已经非常不错了 有的朋友肯定要问了 为什么不用鲁大师来测试电脑的性能呢? 这个主要是因为鲁大师的分数一直在变动 同一套配置4年前只能跑到5万分 一年前就能跑到20万分了 而如今却又只能跑到15万分了 这样不停在变化的分数 使得我们很难通过鲁大师来判断电脑的性能 不过鲁大师这个软件也有它的用处 用鲁大师来查询自己的详细配置 还是比较的简洁方便的 不过咱们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跑分的 如果我想知道一台电脑的性能 但是我还没有买这台电脑 我的手里并没有这一台电脑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通过分析硬件来判断电脑的性能 比如我在京东看中了这台联想小新炒5000笔记本 哇 陆寒代言啊 感觉贼你妈帅呀 好想买呀 可是我担心用它来渲染效果图会不会很慢呢? 用它来玩吃鸡会不会卡呢? 那么我们就着重地来看一下CPU和显卡 我们可以点击京东页面的详细信息看到 这个CPU是i7-7500U 哇!i7!听起来好牛逼啊! 那性能怎么样呢? 注意力集中重点来了 我们登陆一个网站Citybench.info 这个网站是Citybench的官方数据库 可以查询到绝大多数主流处理器的跑分 我们可以按照CPU type排序 然后按照顺序找到我们的i7-7500U 在这里啊 可以看到它的25跑分是325分 那我前面说过了 凡是25多核低于400分的处理器 多核性能都很坑爹 所以说即便它的名字里有i7也没有什么卵用 它的性能就是很平庸的 满足不了大型软件的需求 那么这台电脑的显卡游戏性能又怎么样呢? 咱们继续在详细信息里找到这台电脑的显卡 是AMD的M530 然后重点来了 我们登陆3dmark.com-search 来查询显卡的跑分 首先在上面这个框里选择Fire Strike项目 在下面的搜索框里输入显卡的型号 那么很可惜啊 我们这台机器的显卡M530太冷门了 没有搜索到结果 那如果是上一代的M430 就能搜出相应的FS跑分来 那这种冷门显卡 在3dmark的官网上都找不到怎么办呢? 我们就用搜索引擎 来直接搜索这款显卡的型号 Radeon M530 加上空格Fire Strike 看一看有没有媒体对于这款显卡做过评测 诶 这里正好有一个媒体 曾经评测过炒5000这台笔记本 而且还正好跑了Fire Strike的跑分测试 那就再好不过了 那么我们来找一下他们的跑分吧 他们跑出来的Fire Strike成绩是1286分 那我之前说过了 Fire Strike达到2500分以上 才能流畅地运行一些主流游戏 那么这台笔记本只有1286分的话 显然游戏性能就好不到哪里去了 分析完了CPU和显卡的性能 我们就明白了 别看这台电脑要卖5000块钱 还是陆寒代言的 实际上 不管是大型软件还是玩游戏 它的性能都非常差 而且这台电脑坑跌之处 还不止于CPU和显卡 我们可以看到 内存只有区区4个机 并且只有一个内存插槽 也就是说 不仅内存太少 而且未来的升级也会比较麻烦 而且除此之外 这台电脑还只采用了两星锐延持 续航捉机 可以说是连雪霸机都不如了 你一雪霸机 至少续航得过弯 买回来这个就真的是太坑爹了 那么相信学会了 今天判断电脑性能的方法之后 大家应该可以在买电脑的时候 避免这种坑货了吧 当然了 我们今天只是教了大家一种 了解电脑性能的办法 相信大家买电脑的时候也会有别的需求 比如说有些朋友是为了装逼 或者为了颜值 或者为了便携 所以咱们也不推荐微信能论吧 根据个人的需求来综合分析 才是王道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可以选择收藏或者转发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极客湾 以及淘宝店铺极客湾电脑超市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在2P放了一个技嘉的微电影 里面我客串了一个小角色 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 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